人生病会去看医生 书生病当然也需要被诊疗 国立台湾图书馆图书医院 提供解决书籍各式疑难杂症的服务 馆长曹翠英表示 书籍修护需要大量工序才能完成 图书医院每年依然能完成 超过300本的书籍修护工作 修护师徐美文表示 院内以日治台湾古籍为最优先修护的图书 我们一年大概会修复 也许速度比较慢一点 至少修复300件 有厚有薄 不一定 但是我们去年就修复了450件 古兰经来说的话 它有505页 那每一篇 每一张修复都需要花非常多心力 这样一看起来 表面看起来没有怎么样 它在显微镜下 你如果看这些 显微镜下 你会看到的这些微生物 或者是动物的排液等等 这些除虫除酸都花了 这个我们说十几道的工序 我们图书一份修复的书籍 大致上就分为一般的长书流通书 那是极箭 那还有就是我们特长进来的 例如说日治时期的旧籍 还有一些旧籍现装书 这些都是我们修复的范围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日治时期的台湾旧籍 这就是我们最优先修复的图书 那这些书有分为拼装书跟精装书 还有一些是小册子 然后还有一些地图档案 古文书之类的 如同急诊室的检商分类 书籍修复在判断损坏程度上格外重要 修复师徐美文表示 检式书籍状况 判断需处理的位置并做好清洁 才有办法继续接下来的修复工作 我们平常做的工作就是书籍的修复 书籍的保存跟书籍的展示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工作范围 所以我们拿到一本书的时候呢 其实拿到一本书最重要的是 检视它哪里是需要修复的 或者是它目前不需要修 它需要用保存盒把它保存起来 也有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你是比较老旧的书的话 你一定要先清洁过后 你才能够编目才能够入常 所以清洁的动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这是一个很标准的SOP流程 那做完这个清洁动作之后 你才能够考量你要怎么去修它 这样子 徐美文说明 依据书籍不同的使用需求 修复程度也区分成古籍与流通图书的不同 看你使用的功能是什么 就你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是在图书馆的话 我们因为一般流通书是要供民众使用 所以我们要修到是可以让民众完全翻阅的 那你可以完全翻阅这本书 你才可以继续使用 那可是呢 如果你是旧级的话 你可能修完之后 你会让民众调阅来越南 但民众不能把书借回家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把书修得 让它能够翻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因为流通书你可能要让它一直翻一直翻 它拿回家的时候 它也不会把它翻坏 可是旧级 你要修到那么坚固的程度 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旧级已经经过一段年代了 所以你要修的程度是 让他们可以在调阅的时候 可以顺利的看到文字 然后可以顺利的看到里面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 若民众对书籍修复有兴趣 图书医院每周三上午提供参观人员 透过玻璃窗口观看维护作业状况 事前预约同日下午也提供中文导览解说服务 高民众更认识书籍维护的知识 记者书建民 新北报道